現在進行國事論壇 每位委員發言三分鐘 請李委員跪臨發言 主席 立元同仁 以及媒體朋友們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在今天的國事論壇裡面 本席要提醒我們的行政單位 要捍衛台灣僅存的旗幟產業 我們看到這個台灣的旗幟產業 我們用IC產業為例 其實它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我們在1月份到4月份的出口的現狀上面 我們看到IC產業佔了台灣總出口的34% 也就是比1 3 分之1還要多 然後我們看1到4月的時候 我們看到台灣出口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4.8億 可是單單的IC產業 它的出口就比同期增加了68.5億元 從這個數據上面來看 它告訴我們什麼 從這個數據上面來看 我們知道其他的產業的部分 其實它是負成長 負成長到多少的程度呢 44億 將近44億美元的部分 所以以今天的台灣的情況來講 IC產業其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可是我們今天也同時看到 自由時報的社論上面 它居然提出來的一個論點 是說在後疫情的一個時代 將來我們台灣 事實上是很快的會脫離 這個中國的市場 也就是全球第二檔市場 可是我們看一下這個數據上面 跟實際上面的情形是不是一致的 其實並不一致 我們看到IC出口的目的地 剛前面提到的48.5億美元的這個數量 我們看到在出口的目的地 在大陸跟香港的部分就佔了58%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試問我們的台灣 我們的行政政府 對於這個IC產業 有沒有任何的具體措施 我們看到對於IC產業 中國大陸它是怎麼做的 它把IC產業作為它的產業發展的 一個首要的目標 它也提出IC產業的很多的優惠的措施 還有很多的補貼 對於美國來講 更是美國對於IC產業的部分呢 最近頻頻的招手 要求台積電要到美國設廠投資 大家都喜滋滋的認為 好了這下我們可以把產業 脫離中國大陸市場轉向美國 但試問如果大家去看一下台積電的年報 會發現華為是台積電的十大客戶之一 如果今天我們台灣只有製造的部分 我們客戶的部分是不是能夠也很順利的因應 能夠轉移 如果不能夠的話 那麼這樣的一個策略 單純的留給企業界自身自滅 這個難道是一個行政團隊 它應該做的一個事情嗎 它不是 我們看到我們早期台灣之所以能夠發展到今天 是因為有刺繪米計劃 有科專計劃 它帶動台灣長期的發展 如果沒有行政單位這些計劃 台灣的未來 謝謝李委員 接下來請洪孟凱委員發言 院長各位同仁 全國的好朋友 大家早 下週三就是5月20號 也是蔡英文總統第二任任期的開始 雖然1月11號的時候 蔡英文總統獲得了817萬票支持 他是817萬票支持的總統候選人 但是520之後 您就是2300萬人的總統 也因此本席一定要鄭重的再一次的呼籲 請不要忘記對全台灣人民的承諾 尤其看到昨天內閣總辭 部會首長幾乎全部都留任了 過去這段時間 其實台灣2300萬人共同上下一心防疫 打了一場漂亮的盛戰 但是我們也看到在這過程當中 無論是口罩之亂 紓困之亂 1968之亂 振興之亂 還是有許多美中不足的地方 我們請現在執政單位 絕對不要沾沾窒息 也不要認為防疫的超前部署成功 就可以忽略接下來 振興跟紓困 現在腳步落後的事實 我們要希望 蔡英文政府記得給人民的承諾 第一 您有說過 在1月11號的時候 你不會辜負人民 但是我們要問 人民的需求 你真的聽到了嗎 現在政府團隊很喜歡標榜 國家隊 有防疫國家隊 口罩國家隊 紓困國家隊 金融國家隊 農產國家隊 什麼都是國家隊 但是我們看到 在上禮拜 1萬元的紓困之亂時 各部會只會爭相的找 誰不對 到底這個不對 是誰出了錯誤 也因此我們說 如果連紓困發錢 都沒有辦法執行的徹底的話 對人民的承諾 人民的需求 執政單位 執政團隊 你真的有聽到嗎 再來 您曾經在4月的時候講過 承諾經濟一定會回來 但是何時會回來 這就是現在2300萬人 共同需要您回答的問題 政府應該當的是一個火車頭 政府應該是帶領人民往前衝 但是我們看到 最近每個禮拜 都有知名的業者 不管是飯店旅遊觀光餐飲 業者都有席燈號的時候 撐不下去的報導 越來越多 請問政府到底您在哪裡 還有現在受無薪假衝擊的勞工 更高達2萬人 所以現在的振興方案 現在的振興券 是不是應該趕快發出了 本席最後要再一次呼籲蔡政府 不要拒絕人民的需求 也不要忽視人民的需求 承諾做好 520之後您是未來四年的總統 請好好的做這樣的一個職務 謝謝 謝謝 洪委員 接下來請 溫委員玉霞發言 臺灣被拒絕 在WHA的門外外交政策受到考驗 第73屆的WHA 將於5月18日以四新的會議形式再舉行 臺灣能不能以觀察員的身份參加 成為這次會議大會的熱門政治議題 世界衛生組織表示 臺灣參加與火的決定是在於各會員國 民事長只有在各會員國有明確的共識支持下 才能發出邀請函 因此 這印證我們外交部的說法 那就是 衛生大會是否向臺灣提出邀請 絕對是取決於會員國意願的一項政治操作 美國從今年3月開始 遊說各方盟友讓臺灣重返世界衛生大會 除了和日本帶頭聯合幾個歐美歐洲國家 還有紐澳一起敦促世界衛生大會 接納臺灣成為觀察員 美國國務院也依據國會通過的台北法案 承諾全力協助臺灣在世界衛生大會 扮演適當的角色 只可惜雷聲大一點小 在決戰最後關鍵時刻 美國並沒有直接對世界衛生大會為我們提案 儘管有提案權的 我們的14個邦交國 全部支持臺灣參與世界衛生大會 不過 世界衛生組織有多達194個會員國 可見 臺灣的盟友根本不夠多 今年我們又再次被世界衛生大會拒於門外 面對這個令人沮喪的結果 請問我們的外交政策究竟是哪裡出了問題 美國和中國大陸之間的激烈競賽 從貿易開始 一路增到疫情和外交領域 對於臺灣來說 卻入這場世界衛生大會爭在你的風險 就在於美國是否會利用臺灣去跟中國大陸進行外交角力 本席呼籲 親美不是我們外交政策的萬寧丹 我們應該要更積極建立交流平台 向世界說明 在病毒全球化的時代 世界衛生組織不應該排斥任何國家的參與 並且正因為有臺灣在防疫上的傑出表現 世界衛生大會才能為全球公共利益做出更重要的貢獻 以上是本席的建議 謝謝 謝謝 謝謝文委員 接下來請李委員得為發言 院長 各位同仁 各位媒體先進 各位好朋友 本席今天在國事論壇要談的是教育 尤其是私校的問題 教育是我們國家的大忌 而私校也是這個環節當中重要的議員 繼台南的康寧大學台南校區停招以後 道江科技管理學院也宣布在今年的7月31日就要停辦 這是2020年新一波高教私校退場的開端 而不是最後 本席要求在確保學生以及教師的權益之下 政府一定要協助學校 而不是百般刁難 根據統計 大專院校的學生數 107學年降到125萬人以下 比三年前少了7% 推估到113學年 還會再少四分之一 高校的招生將會更加的選峻 而私校退場在少子化的狀況之下 是無可迴避的問題 但是我們教育部遲遲沒有相關的作為 本席想請問 教育部真的準備好了嗎 根據本席了解 教育部正在研議私校轉退條例的新的草案 而草案要求 預警輔導學校加入公益董事等機制 但這對於少子化產生財務狀況不佳的私校 根本沒有任何的幫助 在這個部分裡面 導致了私校決定在立法前就先退場 許許多多都有這種可能 其實私校不是賊 政府部門的心態一定要轉變 另外台灣各大學的教師員額的縮邊 系所因為不再聘人 年輕的博士沒有辦法進到大學裡來教書 教師的平均年齡逐年升高 導致大學生的師生比過高 而博碩士的招生也萎縮 這反映了高教環境惡化的問題 但教育部卻沒有建構精確的一個指標 來作為經費補助的依據 而採取通通有獎的辦法 屆時恐怕讓大學師生 將面臨貧窮與飢餓的問題 本席希望我們的政府部門跟教育部 要正式不能迴避 謝謝 謝謝李委員 接下來請陳委員以信發言 大家早 下週就是520 蔡英文總統要發表連任的就職演說 相信這又會是一篇 充滿文青風格的金志妍講稿 充滿對於未來四年的想像與承諾 但是本席今天要提醒蔡總統 許多話語您可能四年前就說過 但是四年來您都說到卻沒有做到 首先是經濟安全 四年前您說要減少大陸經 台灣經濟對大陸市場的依賴 所以推動新南向政策 要以東南亞市場來取代大陸市場 結果四年後 台灣對大陸的出口依賴沒有下降 還上升到歷史新高 而台灣對東南亞的出口依賴沒有升高 卻反而下降 請問蔡總統 為何你的經濟政策 反而讓台灣經濟越來越危險 其次是環境保護 四年前您說要嚴格把關環境污染 嚴肅看待氣候變遷 結果四年來 你的火力電廠全開 人民用費發電 請問蔡總統 為何現在台灣在溫室氣體減量的全球排名上 竟然是全球倒數第三名 再來是司法改革 四年前 您說社會安全網擴動了 台灣的司法不被人民所信任 但是四年後 在火車上 刺死警察李承翰的兇嫌被判無罪 王冠中牙醫師的遺孫質疑 台灣變成了精神病患與詐病者的殺人天堂 請問蔡總統 四年來 您的司法改革 改到哪裡去了 第四 是轉型正義 四年前您推動轉型正義 希望挖掘真相 追求和解 結果四年來 您的黨產會 變成專門在抄國民黨的家 您的促轉會 變成打擊政敵的政治東廠 現在您的促轉會寫不出報告書來 還要延長再延長 請問蔡總統 為何你的轉型正義 一轉再轉 轉到真相更加模糊 社會更加對立 最後回到兩岸關係 四年前 您保證要維持兩岸現狀 四年後 已經變成了一句笑話 蔡總統 四年前您還承認九二認知 尊重九二事實 但是今年五二零 請問您還承不承認 尊不尊重 四年前您保證 要以中華民國憲法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來處理兩岸事務 下週五二零 請問您願不願意保證 未來四年 不會制定新憲法 不會將兩岸關係條例 修改成為兩國關係條例 蔡總統 希望您下個四年 至少要讓中華民國還能存在 不要為台灣帶來戰爭 不要變成中華民國的最後一任總統 不要變成台灣歷史上的罪人 謝謝陳委員 接下來請張委員育美發言 大家早 請問政府 全台水晴告急 超前部署在哪裡 目前各大水庫水晴紛紛告急 尤其中南部供水情況更為嚴峻 每日季節又明顯的遲到 甚至有可能落空 從北到南仍然是缺水的情況 目前全台水庫蓄水量 剩不到一半的必必皆是 尤其南部水庫 尤其南部的水庫 甚至還有蓄水量三成到零的 早在我總質詢的時候 本席急問蘇院長水夠不夠 當時蘇院長斬釘截鐵的說夠 但目前看來顯然是危機重重 請問萬一 萬一疫情還沒有結束 卻先沒有水可用 怎麼辦 防疫工作 如果當時蘇院長打包票 是在粉飾太平還是欺瞞大眾 況且缺水還影響 逐科中科南科的供水 對製程中需要大量用水的高科技產業 影響很大 疫情已經衝擊了經濟 缺水又將進一步的影響經濟的成長 經濟部的因應對策又是在哪裡呢 所以本席要在此為民請命 要求行政院和經濟部針對現在缺水和防疫的問題 現在同時發生 要明確規劃限水措施 限制例如娛樂性水等的非必要民生用水 不然到夏天沒有水可用 不僅影響到防疫 更會因為缺水問題衝擊經濟 後果不堪設想 謝謝 謝謝張委員 接下來請A委員 裕蘭發言 院長 各位同仁大家早 日前本院的何志偉委員 幫中原大學的張明威老師開了一場記者會 控訴中原大學侵害言論與教學自由 矮化國格 因為張明威自稱在課堂上說出了武漢肺炎 中華民國教授等字眼 就被校方要求向陸生道歉 當天新聞出來後 輿論乏然 連我都很生氣 但是中原大學校方立刻公開了課堂的逐字稿和影片 顯示是張老師在上課的時候滿口歧視性的用語 包括大陸人讀奶粉吃的比較多 黑人曬黑 中南美洲的人收垃圾 還指著正在以視訊上課的陸生說 對岸的就是在說你們 張明威在被檢舉後 並沒有自我反省 是否有為師道 違反了教師倫理 硬是把自己的師德師行上綱成為國格事件 不僅何委員跳出來為他開記者會 指控中原大學處理不當 連教育部潘文中部長也立刻跟進 在臉書發文聲援說 國格不容矮化 表示絕對支持 我們的教授在任何地方說出 我是中華民國的教授 羅蘭夫人有一句名言 自由多少罪惡假辱之名以行 沒想到在今天 中華民國居然成為少數個人歧視仇恨言論的遮羞部 同樣是在大學任教多年 本席對於周明威在課堂上的歧視性言行 特別的痛心 我在警察大學任教的時候 學生有來自中南美、非洲、東南亞各國 不論來自哪個國家 他們都是我的學生 警大的師生也都帶他們如家人 而他們在學成歸國後 回去擔任重要官員的時候 也都會善待在他們國家的台灣人 最近與台北地結姐妹室的捷克布拉格市長 他說他自己就是台灣迷 因為他以前在布拉格讀醫學院的時候 曾經到長庚醫院來實習一個月 對台灣留下很好的印象 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 不是歧視也不是仇恨 蔡英文總統說 台灣向來反對任何形勢的歧視 讓我們善待每一個來台灣求學工作的一鄉人 謝謝 好 謝謝議員 接下來請廖國動委員發言 請廖國動委員發言 請廖國動委員發言 好 那廖委員不在 那現在登記國事論壇發言的委員 均已經發言完畢 現在休息